歡迎收看 她因為身體有點微樣 就是好好休息 我記得在三國志 她還叫人家幫她洗腳 妳就去欺負妳的球員就好啦 只要欺負我們演藝圈 很乾脆 感覺我跟卡古好像還不錯 因為我最賤的就是 她講得最怕的 現在的新妹真的太多太多了 然後蘿莉她也比較不會跳舞 身材方面 美女 新妹那些啦啦隊妹 這個下流胚子耶 主導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喔 好像真的也想不到她一個代表作 她也沒有 天花… 所以她可能覺得很適合照相 是這種高雄心的感覺 謝謝 浩姐 拍攝了… 歡迎收看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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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了一個主題叫 誰最應該要離開演藝圈 完了 完蛋了… 大家一起走 我們都要來吵架 一起走… 集體出走 競爭出走 算了啦 幹嘛努力 大家要想著說 因為這是一個福報的工作 對… 現在這個到處 帶來歡笑 帶來愛 我們今天誰要離開演藝圈呢 這一集白做 這一集白做 為什麼還沒開始耶 這六個都不應該要離開 真的嗎 這六個都不應該離開演藝圈 沒有太多了 還是有用的啦 不是要套自己的奴 把別人都… 好 要不然妳說說 妳存在的意義 妳說 來…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有頭髮是一件很好的事 真的嗎 對不對 就這麼一點秒功勞 好 那小優呢 我的存在很重要 因為現在女丑有斷層 你看秀慧姐後面 比她丑的少啦 什麼啦 沒有 不是少 是根本沒有 小甜甜也去結婚了 所以你看我要來接這個 把萬一我又走了 怎麼辦 然後妳走了就好了 妳的用力是夾不掉 妳的用力是夾不掉 所以一直維持這個醜的感覺 Show must be go on嘛 丟掉 小心耶 我跟你講 我存在的價值 就是因為你知道嗎 我唱歌難聽 聲音又難聽 我出來我唱歌難聽 比她難聽的沒有啦 就聲音這麼難聽 看電視就心想 天啊 我的聲音真好聽 讓他們增加自信 OK 祝你讓人歡樂啦 對啦 然後他們看到妳的身材又想 然後蘿莉塔自從變溫柔婉約以後 她存在的價值變得美 對… 怎麼會這樣子啦 誰啊 那個熱情沒有 以前動不動 屁 砸你嘴… 沒有了 已經不太敬業了 幹嘛啦 因為我也是很敬業 要不然妳今天好不好 今天來妳就 我開始敬業好不好 好 我也是都很敬業 遇到什麼狀況 心裡面不爽 妳就打前面那個光頭 OK 這個看起來就很好打 可惡 好打 你也可以動手 對 我敢打 妳的不合就罵 存在的意義 我存在意義就是告訴大家 不管妳學的 在學校學的是什麼 妳都可以找到所有的工作 對 妳學什麼 都可以用罵人找到工作 不是 因為我學的是西班牙 那時候我念這個系的時候 所有人都說 妳這科系有夠無聊 妳以後一定失業的啦 妳學什麼都沒有關係 妳之後只要能夠 精進別的地方 妳都可以 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下去 在演藝圈存在的意義 來 卡古 妳活著的意義 沒有意義 還是有啦 沒有意義 No meaning 妳呼吸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 妳很嚴重 妳好好回答 會窮到連袖子都不見 斷袖之一 沒有 就是如果在演藝圈 就至少我還可以努力 耕耘做一些表演 然後努力寫腳本 還可以多研發很多模仿的角色 就努力一次研發 就跟曾國城帶兵 不是曾國城 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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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帶兵打仗 打仗 打仗後來就一直打輸嘛 對… 回報朝廷 怎麼辦 再問 旅戰 旅敗 完蛋了… 好 旅戰 旅敗 趕快送去 不…回來… 拿過來 改一下 改成旅敗 旅戰 就算失敗 旅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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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戰越勇 對不對 校園 你看打籃球的 你們一定有那種 一路被壓著打嘛 對啊 一定有 壓著打 你士氣越來越旺 總有翻身了什麼 逆轉勝 永遠是最好看 最興奮的 我覺得我在演藝圈的價值就是 像雲林是養豬大戶 他們有養出一種叫做雲林快樂豬 快樂豬 快樂豬讚 很好吃 胖子也是可以很快樂 帶給大家快樂 然後自己也很快樂 每一個都認為 他們自己有存在的必要 有… 藝人界好像不容易有 沒有他們 我告訴你 我們這裡有一個互評的辦法 對… 我們是打電話過去 Rey通告的時候問他這個問題 Rey通告的時候不是在錄影 所以他什麼死人骨頭 通通講出來 什麼啦 沒有… 他們都很客氣 你們都很少 好 來… 好 來 第三瓶我們直接看好 第一瓶是最差不一圈的 第一瓶是最差的 對 第一瓶最差 最開離開 第三瓶是 哈孝遠 尷尬 尬到不行耶 這麼無聊 十之無畏氣之可惜 好 來 大家把你的哈孝遠的位置 對… 我覺得 而且是在第二名 這麼嚴重 我們常常跟他姐聊天 他姐就是一直擔心他的安危 好健康 就覺得說什麼哪裡 從頭到尾 第一個都已經出了很多問題 還有一點我覺得最重要是 剛剛我們在錄影前 他只要一講到籃球 這跟像發亮發光一樣 男人最自信的地方 就是有熱誠的地方 有熱情的地方 他應該就好好的 就維持在那一塊就好 不要在那邊外面四處插花 然後每一個層的 把那個籃球做好 讓你做最穿長的事情 對 回歸他最初的夢想 發光發熱 再一次 最後一次 人生最後一次冠籃 發真會冠下去以後 霍哥看著頭好想灌啊 不要運球 我給那個小哈哥第二名 原來是… 我跟你講 我是聯繫他 因為我跟小哈哥之前 誰要妳的聯繫 什麼 我們之前 我常常去他那個外景節目 他常常摔我 是真的這樣後空摔這樣說 好恐怖喔 我怕他如果再… 過肩摔啦 真的 我怕如果… 過肩摔 過肩摔 對…過肩摔 我真的當下被摔到快要腦震盪 我只是擔心 如果小哈哥待在演藝圈太久 他會有些 他真的很容易 因為他覺得我們要有按鈴 對… 我讚啦 妳覺得第三名 對 我剛剛好第三名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 小哈哥真的就是 所有的表現都非常的棒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整個人 老實說也是算是我們 對 演藝圈裡面就是 畢竟胖的藝人也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 這樣白玉也變瘦… 省著點用 省著點用 對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 也是很… 在這個也是很棒 但這個就是他的可能真的 常常有的時候 可能跟他錄影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可能就是 稍微可能反應沒有那麼快一點點 但整體表現是非常的優良的 OK… 希望他好好休息 對 就是OK 對 好好休息 有點像大象的感覺 而且體重蒸蒸日上 對啊 現在應該是最重的時候對不對 現在還比較輕一點 很擔心你 最重的時候 最重165公斤 165 現在那個 比我的身高還要大的數 現在大概135 最近有一個動畫的 韓國那個叫什麼 浴子 浴子… 浴子啦 再一次… 看完那個浴子 對 你一定會回來嚇我 對 那一隻 太大隻 我下一集就大隻 我下一集就回來嚇你了 他大自嘴 來…蘿莉塔 我把小孩可以排在第二名 我們都排第二 但是會排這麼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出道真的很早 因為我記得我在大學生的時候 他就有來上我們節目 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那個是球星啦 對 那時候是球星 刺刀籃球界的球星 他現在都還在這個圈子 然後我就覺得 他在這圈子這樣子 十幾二十年應該也賺夠了 可以 其實搞不好很有錢 很有錢 其實可以退休 是因為太有錢了這樣子 搞錯 該退休的是Paul哥好不好 他的實量也滿大的 說來都講來滿好的 卡哥勇 第一名啦 第一名 那第一名 你尷尬了吧 來 第一名 謝謝你尷尬了吧 所以跟小孩哥 這時候小孩哥都還滿照顧的 然後所以 你還把他排第一名 你還把他排第一名 你那袖子是他扯破的 他離你最近應該就是 後空摔 我也是覺得因為他 因為之前常常外景什麼 所以身體就有點微樣 就是他的腳 所以他以前遊戲都不太能玩 他痛風啊 沒有好好休息 就是好好休息 因為就像羅伊塔說 錢真的賺滿多的 而且我覺得小孩哥的外型很討喜 就像那個哈比獸一樣 所以我覺得 哈比獸 哈比獸 哈比是書套 書套 卡比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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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哈比獸 卡比獸 都搞不清楚 兩個也適合交往耶 所以我覺得他就算離開演藝圈 他可以到很多地方 可以當個吉祥物 對 還有很多出路 很多出路 我以前在藍牌就是吉祥物啦 對啊 就老婆來上節目就好 當然可以在人家休息了 好 OK 我們就看看他們瑞稿失落 這很恐怖好不好 不要… 所以剛剛講的都那麼溫柔婉約 其實咧 請看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是那種有反應 那種說話的反應還有幽默感 然後在演藝圈闖蕩 我不是用那種搞笑 我覺得幽默跟搞笑是不一樣 我覺得搞笑是比較爛的東西 像比如說 還講別人耶 還講別人 第一個被介紹的就是你 第二名的話應該是哈校園吧 我跟他介紹過很多醫生 什麼痛風科醫生 心臟科醫生 還有什麼睡眠中止 所有醫生他都認識 他身體真的太差了 我希望他就是趕快退休號去養病 我都替他老婆小孩擔心 因為老婆年輕小孩害小 他如果這樣每天這樣去 再去拚這種日夜不正常的這種 演藝圈 到時候身體出了什麼狀況 誰要照顧這些老婆小孩 第一名就是三個字啊 因為小哈哥現在 不是都在那個籃球隊嗎 當總經理啊 就好好的不要再來演藝圈了 而且我記得在三國志 還在那邊叫人家幫他洗腳 我覺得這樣子對新人啊 我覺得都是不好的 你就去欺負你的球員就好啦 我們演藝圈是個清流 所以我覺得你這種污濁的敏感 是應該要 即日租出演藝圈 然後又貴又沒有貢獻 然後就是一個 你就好好跟裁判在那邊耍無賴 叫你不要來演藝圈搞這一套 第三名喔 哈孝遠 哈孝遠他的節目 在他手上的 感覺就是比一個藝人 重點是還不是主要的那個 主持人的狀況下 哎呀他不是是台北的總經理嗎 你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好像也是可以去做正事啦 演藝圈他就玩票玩票性質啦 第二名其實我有一點就是 可能呢對他抱歉 但我還是要給他就是小哈哥 我覺得不是他不好笑 也不是他沒有笑過 而是小哈哥每次來錄一個通告 他的步履滿山 那個什麼痛風已經嚴重到 我都覺得他不是痛風而已 他已經感覺快要癱瘓了 太誇張了 就是我覺得他的身體狀況 讓我覺得很辛苦 他現在的唯一主持的 綜藝三國志都收掉了 我想他在演藝圈 現在也沒有很忙了 不如就好好的去帶籃球隊 不用那麼辛苦了 每次一步一步的走到攝影棚 我都替他覺得難過 他其實就是一個籃球人 然後他明明就是一個 很會打籃球的人 但是他因為自從上節目之後 就開始打抖鐘 在那一期間 我覺得他現在既然能夠 就是又回去做籃球的事 他這邊應該要好好的做 讓大家再記起他以前 真的會打籃球專業的事情 大嬰兒啦 剛剛我們聊得知道 不過反而是 健康的問題 對 我們都擔心的 對 我的醫生我介紹給他 他自己都還不去 對… 然後通風那個還跟我講說 Paul 我可不可以勸妳就好 我說勸我什麼 叫那個小孩要來 要太嚴重 他剛才叫那個要來走路以前 是這樣走 他是剛才這樣走 這是紅毛猩猩 但我覺得其實大家注重我的身體 就不用那麼白潮心的狀態 我的身體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現在才發現演藝圈真正 對啊 幫你講得好像在圈子裡面 狗言殘船 對 有時候感覺 我跟卡古好像還不錯 結果最賤的就是卡古 對 Lolita Lolita算是 Lolita算鑽蛇 Lolita還說我球打得不錯 有稱讚 對 我現在才 其實上這個節目可以看清楚人性 人性 對…我覺得真的是滿好 或是在節目上好像演一個 對… 沒事…你們都大雙面人 我剛剛還在假星星 剛剛還在假星星那邊跟我講說什麼 跟我講說什麼 我想到我們以前 一起錄節目的時候什麼 剛剛還在那邊說什麼 對啊 還在講那些什麼革命情感 對 還有 剛剛有人在那邊講說什麼 我不是主要的主持人 你有張 你連次要的主持人你都沒當過 你講我 我有… 有啦 節目還在喔… 還在喔 那要珍惜… 今天節目很容易在這邊 對… 所以在第三名還好 對不對 名次不錯耶 今天就不要再第一位就好了 不要第一位… 他今天在第三名 除了是因為他給自己第四名 把那名次拉回來一點 不然他應該是會贏 OK 來看看第四名好了 好…第四名往下一點 這個做還好 就安全了 安全 1 2 3 蘿莉塔 蘿莉塔 對啊 跟我的看法一樣耶 來…吃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 蘿莉塔 對 你也是排第四 我也是剛好排第四 女藝人本來就比男藝人 這個我們的這個工作要多 但是說實話 因為以他這樣 心妹嫁到 只靠 不靠臉 然後不靠那個身材 不好意思講我 對 但是沒有 但是他的那個學歷很高 他的那個幹膠其實也是個特色 對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 不要損失掉自己的特色 對 但是他又怕那個 你們的特色是淺顯易見的 對 自己有時候沒發覺 看不出來 只原生在此山中 對 雲生不知處 對不對 你看會的這個東西 別人少有會的 對 一做到這個主題就想到你們了 而且我看到很多那個辯論的 其實都講得超好 國際辯證 但要小心喔 你看那個強強一來 他通號就少一些 所以就是 風狗槍 對不對 對 對 強強出來 搶到最多的就是他的 全部很可動 真的 有一部分也搶到那個 沒有 你做飯不敢 那行不敢 那行不敢 這種風狗型 他搶了一堆人 你看這個大概 這個通知線好 對 通知線 來 小優 塔的話 因為好朋友嘛 我是來第三名 第三名 但是你覺得 不是 我要說 為什麼他在我前面呢 我覺得塔比較緊急一點 第一 他是我們也是大學生第一代 他年紀也比我大一點 大一歲而已喔 一歲… 女生的一歲有多精華 但是你看起來 但是小優你看起來比他老 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 真的 講得太著急了 OK 我是覺得 就是以他現在的年紀 然後還有整個狀態呢 搞不好我是覺得塔可以往政治界發展 我覺得你反而在演藝圈有點被吃掉 你如果去那個政治界 搞不好是另外一個 腰腦筋的 真的… 他聰明 勸他離開還輔導他就業 對… 又漂亮又聰明 我也是給麗塔第一 對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麗塔她真的就是 她在演藝圈就是有一點大才小用了 對不對 畢竟真的學歷那麼高 高知識分 好會講話好可怕 又是碩士對不對 家境也好 輔大西班牙文碩士 好厲害喔 而且他可能也真的是 因為他學歷比較高 所以他真的就越來越 慢慢的放不開了 別… 最近有點卡卡 你看連穿衣服都那麼保守 我醜化 我醜化成真是全面 等一下 這五個人 也不會對你手… 對你手軟 一定會講說什麼 你下槌以後你就退出來 這是他講的 真的 你這樣講的 你這樣講的 沒有人下槌的 就是你講的 對…麗塔最近有點差勁 表現得很差勁 我要告訴你 我先講 你表現超差勁 給他 給自己第六名 你也給第六名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她很多通告 其實她都做得 我就常常看到她跟憲哥 常常追逐來追逐去 追逐去 就是有時候她會跑去 想說要去打你還是幹嘛 因為這種效果就只有她 青年公園 還有趙哥身上看得到 就是女版的趙哥這樣子 她會比趙哥便宜很多 CP值也很高 也不會喝醉 以諧星來講 我為什麼把她排比我還高 誰要當女趙哥啊 因為我覺得 以諧星來講 我覺得她長得比我還醜 不要說話 我把她排在第一名 最不應該離開演藝圈 對 笑顏 其實剛剛蘿莉塔有講到 那個時候她在大學生了沒的時候 然後我有去上節目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蘿莉塔 其實她長得 其實是很漂亮的 然後她的身材也很好 當年… 現在還是很好 真的沒有 妳那個時候就像 就是醜的啦 那個 對 對 但是她一直把自己弄得醜醜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哪裡有弄得醜醜的 她把自己弄得幫我們自己推 對 而且她身材也很好 然後學歷也高 我覺得她真的 其實她真的應該要去 就是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事情 別的領域 OK 因為現在都講了人很好 OK 來吧 都是人很好 我覺得我還滿有很多的發展性的 像我現在都是 雖然都在上節目 可是我也很努力的 譬如說我去上表演課 幹嘛的 所以未來之後 可能就可以去演戲或幹嘛的 是我很努力的 想要做多方的場次 所以我覺得我不應該離開演藝圈 第一次 你會想要拍蘿莉塔嗎 現在的新妹真的太多太多了 然後蘿莉塔也比較不會跳 身材方面有那年輕妹那些啦啦隊妹 這個下流胚子 尷尬龍的部分呢 又有什麼強強在她前面 又沒有廢話 所以我想說真的是很危險 莉塔她本身對於 就是真的 真的認真要她半醜 她好像比較 會排斥 滿多時候我覺得她好像除了 就是 罵罵人之外 她好像感覺是挺放不開的 第六是蘿莉塔 對 因為我覺得 她的敢講很辛辣的這個特色 在演員間是很鮮明 而且其實真的沒有多少位 我們常常看通告 她已經越來越都是做到 表示我就是靠近憲哥啊 比較近的位置 所以說代表她其實是效果擔當 你年輕一倍來講 我覺得算很厲害 而且她就是 就很敢講啊 說是太有感覺大 比如說好去打憲哥啊或幹嘛 那我都是會讓人家覺得 哇那我喜歡反差很大 第三名呢 這邊我可能想要給我的好姐妹 蘿莉塔了 蘿莉塔已經跟我出道 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喔 她沒有主持過什麼節目 她也沒有主持過什麼大型活動 然後就是我今天排你第三名 是希望呢 搞不好因為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碰到一個主持的機會 或是一個演戲的機會 這樣子你就有一些人生的代表作 因為我覺得在演藝圈 雖然像我們這種通告藝人 還是要有些代表作 這個世界他才記得住你嘛 知道說喔你在主持什麼的喔 你是幹嘛的 要不然其實真的很容易 就被一堆啦啦的女孩點趕過去了 所以她要加油 因為她本身就是這種比較 大啦啦的個性 然後誰都敢得罪誰都不怕 就是很敢去開炮這個個性 我覺得她可能應該去當民主 天馬丁娃 所以她可能就是很適合走向 謝謝低音 高霍姐 高霍姐 我覺得那是好壞成本 很適合 對啊 因為畢竟就是中間 他也不是說叫你離開 他叫你斜槓一下 Paul就有參加那個名嘴行列的吧 我是以前其實從那邊出來的人 社會關係啊 我是斜槓來中位的 酬老哪一邊比較好 當然是這邊啊 這邊吧 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是 政論你不管講這邊或講這邊 永遠一半人討厭你 會有對 對 但這邊是九成的人討厭你 所以人還 所以人家全部都討厭這樣應該一致 像卡古…也是全部人都討厭她 對… 對啦 都還算合理 我真的沒什麼代表作 就是繼續加油 連緋聞都沒有 跟你屁事啊 你繼續 這樣才無聊 來… 來… 來 這一屏 這麼慘耶 倒數第二 第二名這個是 對 這個應該嗎 跟第一名一樣 趕快直接滾了啦 閃沒有 多遠 滾多遠 好痛喔 一腳 半腳在棺材內 好尷尬喔 來… 來… 把Paul都拉出來 來… 對… 第五名啊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才跟Paul 錄那個十五個故事 大家記得嗎 對…這裡… 那個很難耶 對 那個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什麼海產王王兒都講得還 對 有點破破爛爛 但是Paul那天 對 就是他要嘛不出手 一出手就只有嘛 好假… 好假 但為什麼給他第五呢 因為我覺得他最近 有點在靠老婆 靠咪咪 吃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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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我給他第二名 因為我覺得其實Paul哥 真的完全不需要在演藝圈 側面得知 不需要來辛苦工作 不需要 而且上次我們一起的那個通告費 他不是那個嗎 錢最低嗎 他就是來打壞行情的 麻煩你不要不需要 妳還把那一集 什麼最低的又講出來 因為打壞行情啊 他就是來賺零用錢而已 根本就沒差 不缺錢 對的啦 在演藝圈裡面 他也算是殘了龍廢嘛 不會 對啊 忙心不忙 對 我有錢了 我還是要工作 對 都出來玩一玩 放手 我把Paul哥排在第一名 因為真的是 我也是聽說Paul哥就是富二代 你看他以前還開夜店 開拉麵店 就是開很多店 對 然後再來我覺得Paul哥 現在真的心思也沒有在演藝圈 因為就像我們有時候接一些主題 然後我們很認真在那邊 準備遇到他 他說這個主題 隨便啦 隨便講一講就好了 沒關係啦 幹嘛想都幹嘛想那麼嚴重 就是我就覺得 對 我就覺得他其實 沒有那麼多心思放在這圈 而且他上來隨便講講 他還拿第一名 對啊 所以他根本就是 所以根本不需要這個 重點是家裡很有閒 這樣子回家躺著就好 來 你的看法呢 就是說 第三名 都是靠老婆這樣子 然後就是好像有點吃軟飯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發明幣 發明幣來就好啦 而且我相信會比他更便宜 CP都更高 發明幣 發明幣還比較貴耶 因為Paul哥他除了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富二代之外 他還曾經在美國 紐約 華爾街上過班 對… 這樣一定存很多錢都忘記了 他很多很多的工作 我也是在美國華爾街滑了一跤 華爾街美語啊 上過 而且他自己有很多的副業 對 所以說他來演藝圈 他其實只是在等待 他在等什麼 我們大部分的藝人 等是等一個機會 他其實在演藝圈 他邊工作 這樣 對… 對 我自己會覺得說 等到 就是當他等到的時候 他就可以離開了 所以你是在我們演藝圈蹲點 假裝有一個正職 對… 可以交代 講得都還人模人模 還好啊 但是真正Re稿的時候講得 那可就不一樣了 我應該第一名吧 因為現在都靠老婆一樣吃軟飯 所以在家帶小孩就好了 等於也是半退休了 就像在那天在這樣感動到 辦演藝圈 他自己先講耶 我們搜尋Paul Paul有什麼 就是Paul 保羅什麼蛋糕的 你只要打Paul跟咪咪 你才搜尋得到Paul 但是你搜尋咪咪 前面幾行就可以搜尋得到 咪咪眼的Paul 所以說我會覺得 咪咪就是知名度也比你高 因為比你更容易搜尋 所以說Paul哥你就其實 退出演藝圈就算了吧 一個通告得罪六個藝人 Paul哥老師說他已經很有錢了 你知道嗎 他自己就是一個大老闆 所以我就覺得他應該 他好像離開是也可以過得很好 可以給一點機會給我們嗎 拜託 拜託 我還有房貸要繳呢 給年輕人機會 第五名的話我這邊會給Paul哥 因為咪咪下街的代言跟活動呢 還有業配的已經超過Paul哥很多了 所以Paul哥你是在吃軟飯嗎 我覺得原地退休可能都還有 咪咪姐可以養你 咪咪姐 聽我老實說我覺得Paul哥以前講話比較好笑 他現在呢有一點無聊 而且他人也不知道為什麼變得怪怪的 他都會一個人坐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就算我們主動去跟他打招呼 或是跟他聊天 他的回答都是很冷 但那種喔 對啊 好 很像我們是 就是他不認識的路人還什麼的 對 他不知道我們聊天了 那我就會覺得說 欸他是不是現在有一點瞧不起血腥呢 那如果瞧不起血腥的話 我就也不知道他繼續待在這個圈子要幹嘛 因為你說他去唱歌嗎也不可能 演戲嗎也不太可能 那如果他繼續在電視圈的話 應該就還是繼續跟我們一樣是血腥在這邊 那他又瞧不起我們的話 那我就覺得他不如乾脆就退出演藝圈吧 第二名其實是Paul哥 該退出的原因 倒不是因為他沒有效果 他應該就是好好去做 他有主頁演藝圈這種小東西 OK 對啦 你個人怎麼看 是不是有點職業倦怠 我們都永遠都是在走通告 16年一樣的通告 也沒有演戲 也沒有唱歌 主題也差不多講完了 對 也沒有不會做 我們也知道 我們自己不可能做主持人了 職業倦怠 所以有一點 有點就是好像都做同樣的事情 還有他們說其實我會做很遠 其實有時候 對啊 為什麼不跟他 但重點不是瞧不起他 是因為我們每次來之前 我都是要 因為現在咪咪要工作 我都要帶小孩 我出來是終於可以休息一下子 我終於可以空了 因為小朋友弄空了 爸爸…這樣 也對喔 終於可以空得安靜一下子 因為家裡有兩個嫩妹子 對 所以我想說一個人安靜一下 這樣而已 其實他們還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剛剛他們講這樣 有嗎… 說是最好的朋友 但大家都希望你趕快走 對啊 來我家耶 對不對 來我家吃飯吃那麼多 來 各位 先來看第五名 這個應該算極優勝 開心了吧 開心了吧 1 2 3 喬心 好 來 喬心的通通打開 沒話講 我現在全對 可以留著 對耶 你全對 我全對耶 他完全不做全對 目前4A… 厲害 好強 老天爺賞飯吃 這還用講嗎 對不對 身材那麼好 他也懂得把自己的優點都露出來 而且他也不會像蘿莉塔這樣 長來長去這樣 但你們有講說 他是因為身材好 然後露出自己不是這樣 沒有… 我還有別的對不對 我跟喬心聊過 他為什麼 他穿這樣不是為了這個 而是引開觀眾對他臉的注意 不是… 憲哥這樣很壞喔 真的 有點壞喔 真的 而且他剛剛還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今天一這樣講 觀眾朋友說 黃曉心是長這樣 不要看臉… 沒有啦 他有問那個資訊說 我裡面不用穿也可以 你要我裡面要穿還是不要穿 不要穿也OK 你看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在演藝也太適合了嘛 因為你知道 曉心也是我的好姐妹 我一路這樣看過來 他真的也是算很長 因為他已經一直到現在 你看我們都已經慢慢穿得 越來越像那個歐巴桑的感覺 你看塔穿得多像修年 但是 你看我們曉心依舊 今天就算只有18度 他還是穿這樣 對 他本來是真的打算不穿裡面的 所以你看就算 有一堆啦啦隊女孩 我記得他之前有去上 友台的節目 他跟那種林鄉什麼 同一集 但那一集我還是對他印象很深 我覺得他觀眾緣很好 而且 對 你看他是 黑色會帶到現在 真的耶 黑色會有多少幾年了 誰 2005年嘛 16年 天啊 05年 對…16 17 16 17 對啊 你看 到現在都還在 我以前是瑤瑤的粉絲耶 真的假的 以前在黑色會有 還有出那個單曲 我都記得 那個什麼Demi Run 那原本是一個整人的橋段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喜歡他 我就覺得他是全黑色會裡面 最好笑 然後長得又很漂亮 然後他做那個電影這樣子 對… 然後他好像說 我非常喜歡他 所以我就把他排在這邊 謝謝 你看到現在也是跟以前一樣 都沒有編 很值得留下來 而且他出道到現在身材沒變過 對啊 你看卡古變多少 對不對 卡古在那裡 卡古正心啦 卡古正心啦 對啊 Lolita亂講什麼沒有變還是有變 哪裡變 哪裡 大聲一點 情片 帥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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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二名 第二名 我第二名 為什麼 一個通告得罪五個藝人 我比你該離開 你看清楚我比你該離開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有完 他就一直很勤儉持久 他自己Cosplay會做衣服 所以又長得這麼漂亮 就是又會省 然後我覺得他以後應該就是 可能不是那麼需要演藝圈的工作 可以嫁個好老公 就離開演藝圈這樣 剛剛還在講情緣 她看男生眼光很差 瑤瑤真的很棒 瑤瑤其實她講話的反應邏輯 也很棒 其實演藝圈很多那種大哥 都很喜歡她 她應該一直在演藝圈一直幹 一直幹 一直幹下去 幹幹什麼啦 她絕對是現在這個演藝圈 最勤儉持家的女生 她現在都還在坐公車 Cue Bike 胸罩都自己坐了 什麼啦 好啦 而且現在也比Apple要… 好 你要唱之旅 來 看一下他們Ray通告的 OK的 實錄… 實錄 我這樣好像唱歌很難聽 然後也不會跳 老實說好像也沒什麼才藝 但是好像運氣都還滿不錯的 就莫名其妙的 就可以跟乃哥一起主持 馬上節目 運氣好 運氣王 第二名我覺得應該是 黃橋星 瑤瑤耶 我上次有看一集講他們通告的 瑤瑤剛好是不怕她是最貴的 瑤瑤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身材很好 所以上面其實畫面是好看的 但是如果要以血性的力量來講 所以說在通告費的考量 再講又可以被她其實取代狀況下 我覺得… 因為瑤瑤她是我的好姐妹嘛 她真的是非常幸運的一個人喔 她在大陸甚至還有組織過 歌唱比賽的評審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貴拿藥單 請貴拿藥單 她那時候幾乎是每個禮拜 飛大陸去主持的 我就覺得相當的佩服 她從去這個麻將節目代班 代班著… 她就變主持人囉 而且重點是我們黃朝鑫私底下 其實蠻少打牌的 但是她卻可以主持麻將節目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所以她真的是一個運氣非常好的女藝人 她靠著她的搞笑天分 就是她的唱歌很難聽 可以接到有多點慌張 黃朝鑫最不應該退出演藝圈 因為朝鑫她你看 朝鑫也是長得漂漂亮亮 如果說真的離開了演藝圈 她也至少還可以找到 讓一些男生可能會好好地跟她結婚 讓她要帶在家裡可以相夫交織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一條路 第一名的話我應該想給黃朝鑫吧 因為她的生態真的就是上天給飯吃 基本上比較穿得精彩一點 就有一些收視率 所以基本上就算沒有什麼才藝也沒關係 但問題是我覺得她現在已經有點異失業圈在這 每次跟她錄影的時候感覺她就是 就是要錄不錄然後就附近大財 我覺得可能是跟之前的新聞有關吧 可能還在這個失聯的狀態中 還沒有完全地梳洗過來 我覺得她只是只要一談天她就是忘了會工作而已 基本上就會患得患失 所以現在她可能還是因為感情的問題 所以沒有情況在工作上 好好聊天 把她排在第四 雖然說在這行已經很久 可是節目還一直發她 就是因為她的效果都還是滿好的 而且她也很敢講 我也覺得她是賺得夠多的 因為她非常早就開始跑節目 通告費排名 她是裡面通告費最貴的喔 出道的早 怎麼聽起來其實滿開心的 也就剩下兩個人嘛 對 剩下1跟6 這我跟你 好… 大好大壞… 憲哥 如果我輸給卡古 我現在就退出一點 你不可能 不要啦 你賭大一點 你如果輸給卡古 你就嫁給他啦 憲哥 小心… 我跟你講 再一個小朋友 連疑問都沒有 在卡古出來亮相吧 來… 卡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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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難過了吧 一再的被重傷的狀態 這個就是人生 我經常在講我自己 傳說… 經過這麼多傳說 才有辦法 變成傳奇 傳奇 對 你也經過他每次都 卡古跟離開 一次 兩次 三次 就只是這樣而已喔 你沒有安慰他喔 沒有什麼好安慰 沒有任何安慰 我們直接聽聽他們怎麼說 對啦 算了… 因為喔 面對問題 大家都在講假話 所以唯稿是真的 來… 沒有好話可以聽了 因為我覺得我會在第四名 自我感覺良好 以諧星來講 有時候還是 就是講話好笑嘛 不是長得好笑 不是說表演好笑還是 比方說寫腳本嘛 因為有時候光寫個腳本 我們可能就要花三四件時間 所以有時候表現 不竟還是真的都那麼好笑 但以平均值來講 普遍出去我都是覺得還行的 就是所以我們是可以做這個苦工 所以我覺得演藝圈還是滿需要我的 令人鼻酸 演藝圈也是很殘酷的一個地方 它真的代表作太少了 他模仿的人也越來越老 他模仿李星雯跟那個韓市長 他不紅就算了別人 他模仿的人都開始 越來越不被人家擠了 模仿一些比較新的人吧 至少那些新的人還給紅 你就… 好笑 你摸碼隨便拿拉隊都可以 李香 壯壯這些都可以 第一名我決定給卡古好 就是卡古這次我難得 就是難得看到過 等完行後 基本上沒有在什麼節目遇到過他 然後也覺得 怎麼他等完行後變得這麼的 就是沒有特色 就是很沒有記憶點 他自己把他自己給搞招了啦 老實說 你怎麼講真話 誰跟你說實話的事情 就已經能遇到了 然後外加現在就是 搞笑的難學心 就也還是滿多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好像就是已經消失在我的 印象裡 消失在我的視野裡了 我會把卡古毋庸置疑的 排在第一名 有一次我的素人朋友 他們在聊說 有一個藝人啊 他講話好難笑 而且他整個又沒有很好看 那個誰誰誰啊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好像叫什麼膝蓋吧 膝蓋是誰 後來講半天講十幾分鐘才發現 他叫卡古啦 那你還在討厭的 你怎麼想不起來耶 我真的覺得卡古 你辛苦了 你可以真的去找一份正當行業 我相信你都會做得比現在還好 第三名呢 就是要排卡古 我其實名單看到他的時候 我有嚇了一跳耶 我沒想到他還在喔 但如果既然他還在的話 我就想說好 那表示他應該還是滿缺錢的 滿努力的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是 自從整完醒之後 變得很沒有入行 最應該推出的A全喔 可能應該還是卡古喔 他真的不好行 真的不好行 他的永遠就是氣象專家跟利益 我覺得汽車維修員啊 汽車維修員可能對他來說 我覺得你最好笑是李欣文啦 對 試試看 用李欣文來發表內心的感受 這個落敗感應 開始 加油 沒有錯啊 人家說好出眾人啊 人家啊 我就要在這邊啊 被你們指中指揮啊 江先生有的沒的啊 後來啊 我以前也當過班長啊 包括連長 甚至當過旅長 這些的評論啊 莫名其妙好不好 我覺得黃明志也不錯 最近那個黃明志 好可憐 觀眾朋友剛剛應該已經看到 看到他離開演藝圈的原因 怎麼會這樣子 還有誰 你說哪有誰 他的黃明志最近新的 我覺得還可以 黃明志 來 黃明志 開始 就其實 我們其實要經過很多種努力 像我以前 我習了很多歌曲才有辦法成功 所以我希望 阿古你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你的人生好不好 怎麼跟韓國瑜有點像 這根本就是 沒有 這只是高雄的黃明志吧 對… 高雄槍的黃明志 基本上好不好 我們看到這樣的處境 跟我之前來說 高雄市民把我罷免之後 我給我自己三個字 可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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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為了繼續待在演藝圈 不去粉絲碎骨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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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用這樣傷害她啦 人家耶穎的對象 就是出彩的人 對 自己出彩 出彩那次最近可以啊 對 我們安慰你 小優沒想看家庭名朝耶 小優覺得啊 沒名耶 來…聽聽看Re稿的時候怎麼講 現在講得都不準 Re稿最準 因為我覺得 妳要對… 我要對象嗎 對象咧 對象咧 所以呢 也差不多可以退出演藝圈了 我幻想的日子呢 就是以後洗手座跟她 退居幕後 然後呢可以去 開一間小餐廳啊 或是做點副業 像那個丫頭這樣 可能呢就是慢慢的呢 去忙自己的副業 演藝圈就變成了 上了這樣子的銀台了 她最不該退出了 第一個她最缺錢 因為她最近買的房子 房貸很重我知道 還有沒有 Sugar Daddy 或者是男朋友 把她出錢完全要自己卡 她還怕如果要找 對象也是很難找 也是不好找 哈哈哈哈哈哈 搞不好要看到 可能要到那種 四五十歲的男人 可能會喜歡她 所以在拼個五六年吧 房貸車貸 換到一個差不多的地步以後呢 然後再去好好的 找一個老男人嫁了 因為她的經濟壓力太大 像小優的話我覺得就是 就是還是很難得嘛 畢竟這女醜… 就很多人 女邪心啊 怎樣怎樣要辦醜幹嘛 小優很厲害啊 她 打手一下 不用辦就醜 妳剛才你說醜就醜 然後再加上她又可以 升任很多 不管那個演藝圈 整個主題的效果 或是說跟很多人都很熟嘛 所以說她是表演跟講話 或是大哥什麼做效果 讓她演這個球都接得不錯啊 所以我覺得她是 各方面平均值來講 我覺得算是 第一天我會給小優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她很厲害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 就是很有活力的一個人 你知道嗎 她是屬於那種 今天可能錄完贏了 可能早上請求去錄禮 然後晚上她還是精力充沛 但小優的故事就是屬於那種 即使她自己做不來 然後即使她覺得很煩 她還是願意接 她非常的願意去努力 小優才在第五 畢竟我跟小優 是同一個節目出來的 那小優呢 就是呢 她真的其實也很多才藝 其實她很會唱歌 然後也會跳舞 然後也會主持 講話也很好笑 我們兩個很常上 同樣的主題的節目也就是說 我沒有這些才藝 我還是可以跟小優比比的話 全部都稱讚自己 小優放到第六 小優要結婚太困難了 跟小優要把就是假結婚 所以小優真的必須要一直做… 在演藝圈一直做… 老實一直 對… 而且我本來得第六滿開心 可是大家好像都是在怕我嫁不出 沒有 我說小話 我也是說你好話 你仔細看她 真的滿像 我們上一代的這個 上一代的前輩 碰碰… 碰碰姐 廖俊跟碰碰 對 有… 好像有耶 看她的味道也越來越像 碰碰 對啊 但是你看碰碰姐演到幾歲 六十好幾 對啊 六七十 都還可以 之前還要演戲 剛剛我們這個開宗民意篇的時候 就講了 最前面 藝能界 我們的這個 尤其我們諧星界 是 它就是一個很有福報的地方 真的… 對 我們心裡面有多感恩 我們觀眾朋友 願意我們在這裡搞笑 然後還願意打開電視這樣看 藝人朋友之間 你看像小優媽媽來的時候 對 我就心裡跟她很抱歉說 抱歉… 可是妳最後都會說 但是我們都是說真的 真的 不要當鬼馬槍啦 鬼馬槍 我都… 因為終究人家的媽媽嘛 對… 心疼 人家女兒不漂亮 醜或幹嘛 有時候怕媽媽會 因為她不是缺內人 她會怕走心 因為媽媽還是覺得她漂亮 因為媽媽說 那是大象 那是大象 大象 馬來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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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鼻子怎麼那麼長 別亂講 我是小象 真的還會我們 小優真的變漂亮 小象是不是有點像馬來摩 大家都在圈內開開心心的 對啦 都在家啦 不怕… 卡古不要走心 不會… 我們最要感謝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支持 謝謝… 台灣的天空有你們爭討 謝謝 謝謝觀眾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謝謝 敏